众所周知,随着美国的步步紧逼,伊朗一方也顶着巨大的压力。 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围殴,伊朗政府首先做的就是封锁霍尔穆斯海峡,并且在麒麟海部署了水雷。之前,美军舰乱来,不小心触碰了水雷,结果一名女大兵当场就牺牲了。 然而,这给美国敲响了警钟,如果再胡来,那么伊朗一定会全力应对的。不但如此,国际上的舆论都在谴责美国,可以说,双方都是在顶着压力在决斗。 除此之外,美国非常担心伊朗的核武器,所以至今都没有开火。反倒是在静观局势。经一段时间,据海外网媒体报道称,美国派遣了三艘航母以及多艘护卫舰,决定硬闯护尔穆斯海峡。 谈到这个航母,其防御性挺强大的,一般的短程导弹都无法突破,唯有速度很快,方向变化多端的才能够突破。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,是否能够做到呢? 日前,两艘巨轮准备应创护尔穆斯海峡,却万万预料不到,伊朗军界没有警告,直接击沉,态度非常的强硬,如今每一双方都是箭在弦上,看来,一场战斗时绝对避免不了的了。对此,大家有何看法呢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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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